大家好朋友们啊 这个现在是十点十五分啊 哎呀有有有有几句话啊 一直想跟大家聊一聊哈 就是嗯很多人 嗯我呢做这个节目呢 就是把我知道的分享给大家 同时呢我知道的不一定就对 是吧因为我也一再跟大家说 我确实是一个初中毕业 真的啊高中呢没上过 就上过一个成人高中 还没有正式的毕业啊 后来勉强给了我一个意义证 实际上我真正的接受校内教育 就是初中啊 当然我看了不少书 所以呢怎么来形容我自己呢 比如说呃我到社科院 那个民族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有一个老教授叫李义夫啊 他说我在某些方面 那个研究的深度超过了一些专业人员 但是我的知识呢 他不系统他不完备他不全面 所以可能我有些方面可能是有点 一点不差于一个科班的体制内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但是可能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就不知道 是吧 包括我秀我的英语 我知道很差 我这个Chinese English是吧 但是我非常虚心 我这种虚心是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也就是所谓的有自知之明哈 我看刚才有人说给我留言哈 也是我的粉丝说说那个江峰有什么小错 你别给他挑了 说这显得你红眼病 你嫉妒人家啊 或者你想蹭人家的流量 这么说吧 我还真是有点不能接受啊 其实常看我节目的粉丝都知道 我在国内我经常到一些博物馆给挑错 是吧 比如说黑龙江省博物馆啊 是吧 我挑了错 他们承认啊 他确实错了 沈阳918事变的纪念馆 北京的警察博物馆 辽宁啊 不是辽宁 那个宁夏的 宁夏的那个回族文化博物馆啊 宁夏的贺兰山文化博物馆 岩画 岩石上的画博物馆 他们都是确实错了啊 我到那个安徽合肥的 那个李鸿章纪念馆 也挑了至少十几个错啊 还有那个台湾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我是本着一种精益求精 实事求是的 这种信条这种准则是吧 反正我看见了 你也可以说我这人吹毛求疵啊 吹毛求疵 吹毛求疵啊 或者叫眼里不揉沙子啊 是吧 那个我给那些博物馆 我都写的是书面的文字的东西 给他们 有的时候他们比较重视啊 比较积极的回应 正面的回应 他们的馆长什么的出来 他们也承认 有的时候就是拖啊 就不理你 或者说承认错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改 他不说 是吧 我这人就有这毛病啊 我不光是给那些学术机构挑错 我也给政府挑错啊 是吧 我给这个市政府 区政府 街道办事处 居委会 派出所 物业公司 当然物业公司不是政府啊 开发商 是吧 我给他们环保局 我都打电话 我发现哪有臭味啊 哪有这个大卡车 这个扎土车 运土车 是吧 那种挖土方的车 他不扇盖 暴土洋肠 是吧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可以说我是一个较真的人 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傻人 也可以说我是个认真的人 也可以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啊 都可以啊 包括那个民族出版社蒙古族的作家写的蒙古的书 我都能给挑错啊 对了 还有人说你不要用挑错这个词 那我用什么词啊 他说你这个这不叫挑错 这叫什么指证 叫商榷 还是叫叫什么啊 反正我不知道这些词汇 是吧 这些词汇的区别有多大 我不太 是吧 我不太了解 或者这么细啊 没有这么细 我之前也说过 我是一个很难把我细分 比如说合并同类像 你说我算一个读书人 算个学者 还是算个工资 还是算个生意人 还是算个从底层打拼出来 原来是干装卸工扛大包 是吧 车间工人服务员 这个卖衣服卖鞋 刷锅洗碗 我什么都干过呀 报官员 推销员 采购员 是吧 九年半换了16个单位 对吧 我还开过歌厅 对吧 在歌厅工作过啊 后来又开过歌厅 跟朋友合伙 我还开过滴滴快车 所以你把我画在哪一类 我都不知道 是吧 基本上吧 一半书呆子 一半奸商 是吧 这我是从来不否认啊 而且我这人 我觉得还挺有心胸的啊 就是每个人 我都尽量的给回复 有的人给我留言 我说谢谢指教 这个是真诚的啊 因为我不可能全知全能 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 可能全知全能 我们还没见过上帝 等见了上帝了 我们也白活不了了 是吧 另外独裁者是全知全能的 实际上经常露窃 他不知道他是一个皇帝的新装 他是光屁股拉末 转圈丢人 对吧 没有全知全能的 谁都有缺陷 谁都有不在服务区的时候 谁都有盲点 是吧 另外我这人呢 我不爱跟人抬杠 我觉得快乐一天算一天 是吧 这个说句难听点叫什么 阎王爷 阎王爷 那个字 呲傲 呲傲 阎王爷呲傲 小鬼 是吧 痛快一会儿算一会儿 真的 因为人生苦短 我都活了五十来岁了 是吧 很多道理就应该明白了 就说我并不是跟谁较劲 比如说前两天王丹 王丹他也有错啊 是吧 王丹有可能 可能有值得我们敬佩的地儿 或者说肯定有 对吧 江峰也一样 文昭也一样 是吧 大雨 什么石头记 我给很多人都挑过错 但是不代表他们身上没有可取之处 相反 人家很多地方是可取的 是值得敬佩的 值得学习的 值得参考的 值得借鉴的 对吧 我不否认啊 但是我就愿意给别人挑错 我也欢迎给别人给我挑错 在我的节目里那么多人给我挑错 有的把我说的一无是处 把我说的人都不是了 我也没有生气啊 我觉得挺好玩的 这是个乐趣 是吧 有人说了 说你这水平啊 啊 你的水平就是个出租车水平 出租车司机 我说对 我说是 您说的对 我连出租司机都不够格 因为出租司机还得考试呢 北京市还得两阵是几阵啊 我都没考过 我只开过滴滴 滴滴都不算正式的出租车司机 是吧 还不是专职的滴滴 我也就开过俩 俩月 就开着玩 是吧 还有人说了啊 你拿美国人的钱 你是美分 我说是是是 我说您说的对 我说美国人啊 每个月就给我一千五百万美金 我说你赶紧加入呗 我分你一部分 是吧 有的人还说 你是不是大外宣 你要是老挑江峰他们的错 你就是大外宣 是不是 是吧 我可以说我是啊 我说我就是 有关部门派出来了 是吧 每个月给我人民币八百万 是吧 你信吗 谁信啊 是吧 鬼才信 是吧 我叫这进干嘛 所以很多人都在我的频道上 我觉得啊 我给很多人宣泄某一种情绪 比如说 哎 看着砍爷啊 你这水平差 啊 你这个长得也不行 岁数也偏大 还好多人说我牙缝稀 啊 说我这个 当然有的人关心我啊 说我这个脸这有黑啊 身体不好啊 关心我 你赶紧做个体检啊 你赶紧怎么样 这有很多是善意的啊 啊 我的留言93%左右是善意的 7%左右是来贬低啊 来来骂一骂的 我的正常啊 我如果说今儿你心情不好啊 然后呢 你把砍爷骂一顿 你这心情 你这个 你拿我撒耙子 是吧 你拿我撒气了 北京话叫撒耙子 哎 我也挺高兴的啊 我觉得 因为对我来说 我胡同里长大的 我从小被欺负 是吧 从小邻居打我呀 为什么打我呀 因为 我是他们当中的异类 他们同龄的孩子 街上疯跑 我在家剪纸 画画 看书 哎 我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 我也习惯了 就是人家来挤的挤的 我彩虎彩虎啊 就是那种委屈求全 人在矮言下不得不低头 或者叫 是吧 总之 我身段比较柔软 这对我来说不是个事 真的不是个事 而且别人发脾气 我不会随之起舞 真的 因为你想想我 我也活了半辈子了 多半辈子了 五十来岁了 我又干了十几个单位 我如果不能忍 也不能叫忍吧 就是说情商 或者叫胸怀 我如果没有一定的 这方面的优点 优势 我怎么可能能成交 一千三百多个 机关单位的客户啊 还不是零售客户 就单位就成了 一千三百多个 对吧 所以这 对我来说 而且你比如说 你挤的我两句 你痛快了 其实我呢 我也痛快了 因为我让你痛快了 我宁肯委屈求全 或者说 身段柔软一点 忍让一点 有点大局观 不要那么狭隘 是吧 我不会像有的人似的 骂自己的粉丝啊 当然有的人留言 也不见得是订阅 订阅不订阅 我都无所谓 其实我都 极少哈 就有一个短时期 我说大家请订阅 其实我都不说 是吧 他看你好 他自然就订阅了 这个订阅的数量 我也不完全追求 是吧 这个 你像他们有的说 你你是眼红人家江峰 我干嘛要眼红人家 人家会说英文 人家在美国 是吧 人家可能受过高等教育 人家背后还有法轮功 信法轮功的那些人 那得多数人 人家都订阅人家自己的频道 对吧 人是自己人 我又不是法轮功 是吧 昨天还有人说 说我是蚂蚁帮的 说我是郭文贵的人 我也不是啊 我跟郭文贵也不认识啊 我跟他身边的人 也没有任何联系啊 我就是喜欢砍一砍 聊一聊 所以说实话 一个人啊 反正我是不想较劲的活着 就这么着挺高兴的 每天睡醒了 吃点早点 像今天早上起来 吃着贴饼子 里边还放着蔬菜 好几种的配料 然后来一个炒鸡蛋 是吧 喝一杯咖啡 然后再来一个那个白萝卜 切成丝 然后撒上点这个 这个这个辣椒啊 撒上点 淋上点酱油醋啊 这么一吃 现在再喝一杯咖啡 生活多美好啊 是吧 何必较劲呢 是吧 所以我现在 我有五万多人订阅我 我已经很知足了 知足常乐呀 对吧 人心不足 舌吞向 得拢 您在望鼠 那您永远就活得累 我就是在我人生 我批发粮油将近三十年 二十九个整年头 对吧 我为什么突然不干了 我不是干不下去了 是我的客户还让我干呢 对吧 我能挣钱 我不想挣了 对吧 人呀 得知道什么时候 啪 就该拐弯了 是吧 回头是岸 是吧 您别 不见黄河不死心 像我这样的人 我在北京 我干一辈子 我干到六十七十 我也就天天给人家送粮食 也就是这样 可是我在这儿 前面是大海 后面是高山 蓝天白云 吃的也干净 我已经很满足了 是吧 谢谢大家啊 告诉大家 坎爷是一个什么人 是不是 这个有些话 早就想跟大家说一说 你们接着批评我 没关系 有任何看法 看我不顺眼 对我有疑问 你们都可以 绝对欢迎 绝对欢迎 不分远近 一视同仁